好 在你的感觉当中 你到底觉得这些部位是属于哪些部位 它牛杂碎算不算牛的内脏呢 再念一次给大家听 包括了牛舌牛稿丸牛边跟牛尾 可能一般人听在耳朵里面 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吧 好 我们带你看看的是 卫生署说只有腹部胸腔里面的才算是牛内脏 好 接下来我们带你看看 今天下午民进党立委又在质询外交部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政府部门应该要统一口径 但是外交部北美司长却说 其实在美国人的认知里面 牛舌应该是属于牛内脏的一部分 最新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是不是能请北美司司长 晓不晓得美国一般人民 对他的牛的内脏的认知 是不是包括牛舌头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答案 嗨 请 主席可以吗 请我们请北美司长 主席可以吗 可以 各位委员报告 我是听过 Stanton AIT的主任 他是讲过这个 牛舌 是内脏的一部分 OK 好 谢谢 好 您刚所看到 这是北美司长的强化 他说在美国人的认定当中 牛舌属于牛内脏的一部分 看起来来自官方 他们内部的认定就不太一样了 好 谢谢